加拿大公民密克斯帕弗自2018年底被中国当局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拘禁至今 这种涉及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更广泛的外交争端案件在星期五3月19日闭门审理 令信事件约两个钟头之后结束 但当时中级人民法院在他的网站上发布一份声明中说 该法院对加拿大籍被告人迈克斯帕弗为境外刺探 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声明说斯帕弗和他的辩护律师道庭参加诉讼 并且说该法院将会依法集其宣判